为何说只要有新疆在 中国的崛起就势不可当 只要新疆在 中国的崛起就势不可当 新疆究竟有多重要 竟能担此重任 自古以来 新疆作为我国西北边陲的重要门户 从地理上来看 一直恶守在那里 虽然不管是其间的高原山脉 还是沙漠戈壁 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对于古代中原王朝来说 是否能牢牢掌握住新疆 将直接影响大一统的实现 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衰 这并不是夸张 光是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占到了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而历史上 新疆的地域面积更广大 甚至延伸到如今的中亚地区 历史上凡是建功卓著的大一统王朝 都无一例外地 对新疆实现了有效的管辖 比如在汉武帝时期 为了更好的夹击匈奴 不仅派张仙出使西域 更是在西域不愿臣服的情况下 两次派兵 讨伐了当时出产汉血宝马的西域大王国 并且因此声名大振 在当时的轮台 曲里也是如今的库尔勒附近 派兵驻守屯田 还设置校尉管辖 到公元前60年 汉宣帝流行时期 更是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 由中原王朝直接管辖西域 新疆也正是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东汉时期国力虽然衰弱 但是西域都护府对于新疆的管辖一直延续 直到魏晋南百朝时期逐渐丧失管控 但是隋唐之后 中原王朝对于新疆的管辖逐步加强 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 再次设立了安息都护府管辖新疆 并且管辖范围扩展到如今的哈萨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坦境内 历史上有名的岁叶城就在吉尔吉斯坦 唐代大事人李白就出生在这里 唐朝之后 中原王朝又经历了五代十国 和两宋辽金的混乱局面 对于新疆的管辖逐渐丧失 直到盟国人入驻中原建立元朝 先后在新疆伊利河流域 和乌鲁木齐等地设置了多个行程 而元朝灭亡之后 明朝虽然对新疆的掌控范围有所收缩 但是前期依然设置有哈密魏 恶守新疆东部重要的门户通道 而真正对新疆实现全面掌控 是在清朝经历的康雍乾三朝 不断对西北的佣兵 在乾隆时期 正式平定准个二的叛乱 并且以故土新规为含义 为新疆正式取名的 才有了如今新疆的正式名称 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鼎盛时期 但是随着清朝末年的衰落 新疆差一点在清朝手中丢掉 如果不以左中堂以死利保 将会对中国如今的崛起 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新疆在清朝手中丢掉 将会对中国崛起产生怎样的影响 利保新疆的左宗堂有多有先俭之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不仅国门被打开 领土也不断被列强侵占 其中对新疆的西北领土侵占 最严重的便是沙俄 他们不仅在1864年通过不平等条约 侵占新疆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还在背后支持中亚崛起的阿古柏势力 于1865年入侵新疆 建立所谓的七成汉国 并且残酷统治了新疆六年之久 直到1871年沙俄再次入侵新疆伊犁 收复新疆到了极不可淡的地步 然而当时清朝政府内部还在争论 是将重点放在针对海洋的防务 还是针对西北的赛访之上 最终左宗棠艰难的胜过了 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 凑足了上千万两的军饷 才与1875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领兵开始收复新疆 好在经过三年的熬战 左宗棠于1878年正式收复和田地区 取得了收复新疆的最终胜利 保住了新疆 绝大部分的领土 而当时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收复新疆 除了台关出征的凛然政绩 还有就是痛臣了得失新疆的利弊 说服了当时清朝的统治者 左宗棠认为新疆是坚守中国西北的门户 除了当时虎视眈眈的沙俄 英国殖民者也是背后支持阿古柏的重要势力 列强都想从西北打开中国的大门 如果失去新疆 西北门户将会大开 紧邻的蒙古也将不保 而蒙古诸部是巩卫京士的重要屏障 可能也正是左宗棠对于清朝统治的切肤之痛 才引起了清王朝最后对新疆的重视 所以1884年 清朝正式在新疆设审 并且将首府设置在迪化 也就是如今的乌鲁木齐奠定了新疆如今的基本格局 不过左宗棠和清朝政府对于新疆的守护还是基于自保的角度 并没有实际看到新疆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 还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扬的环境下也可以理解 而之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对于新疆的论述 则更能体现新疆的重要性 在讨论民国首都定都问题时 孙中山先生曾做出这样的论述 谋本部则武昌 谋帆福则西安 谋大洲则伊犁 简单的说就是 如果只是守住革命的一方势力 定都武昌即可 而如果想要统一全国并让周边各国臣服 那么要定都中国的地理中心西安 而如果想要制衡整个亚洲 那么一定要将首都定在亚洲的地理中心伊犁 虽然准确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点 是在伊犁以北的塔城地区 但是相距并不遥远 而孙中山先生的论述也基本没有问题 重点突出的就是新疆的地理位置 在未来中国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在新疆建都 可以沙漠为主的新疆 真的能在华夏崛起的过程中 爆发出这么大的威力吗 虽然新疆看似整体的自然条件并不太好 但是无论当时民国是否真的在新疆建都 只要借助新疆重要的区位优势 加以建设改造 势必会成为影响中亚乃至世界的重要地区 而孙中山先生对于新疆的规划也是 已拥有丰富水源和草原牧场 自然条件优良的伊犁河谷为发力点 大量建设铁路 连通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生产 以改变沙漠性气候 给新疆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且开采新疆的矿产资源 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此外还要在新疆进行植树造林 持续性改善环境 而这些都在后来被新中国一一实现 并且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展露出 新疆的重要优势 首先在铁路交通方面 新疆是第二亚洲大路桥重要的节点 从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向西 不仅可以直接连接到中亚地区 而且直至延伸到欧洲 不仅如此 新疆周边与八个国家相连 是我国接壤邻国最多的省级单位 而且向南通过中巴公路可以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 整个新疆也成为了中国倡道的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当然在历史上新疆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而出了趋位优势 新疆本身的资源条件也不容小觑 我国本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 但是新疆的石油资源达到208亿吨 占全国陆地石油储量的30% 而天然气储量达到10万亿立方米 同样占到全国34%以上 煤炭资源也有2万亿吨 占到全国40% 其中克拉玛伊便是中国西北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 在能源上为中国守住了最基础的保障 此外新疆人均单位粮食产量全国第一 不仅满足自身需要 更是可以有败掉志愿其他省份 并且棉花产量还占全国的87% 是中国重要的棉花主产区 虽然新疆没有像东部地区一样 拥有无比繁华的经济 但是提供的却是国家发展中最坚实可靠 而又朴实无化的基础性物资 所以整个新疆的区位优势加上资源优势 让其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虽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提到新疆永远想到的都只是沙漠戈壁 但是只要新疆在 中国的崛起必然势不可挡 让我继续 成功能 没有有缘的